官方直接除名 孙杨刚获奖却突搜重大噩耗 或被定为劣迹运动员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孙杨的朋友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来说一下 孙杨最近收到了一个重大的坏消息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孙杨在这几年里面的一直是备受困扰 也因为被这个国际的相关一些机构了 判定是接下来几年了都不能够参加比赛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可能对孙杨来说 那么确实是比较煎熬的 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口碑和形象的也受到很大的损失 而且之后的话那么这几年都不能够参加比赛 即便是三年之后巴黎奥运会过来的那么 孙杨即便是能够去参加比赛 但是呢他也不一定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也知道孙杨的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很长一 一段时间的没有什么刻苦的训练 也没有像以前在国家队那么有充足的一些保障 那现在可能大概率呢他需要自己去掏钱去参加一些训练 另外一方面的对孙杨来说如果说想要去参加三年之后的一个比赛的话 到时候他的年龄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他能不能够达到国家队的选拔标准呢 也是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所以可以说这段时间对孙杨来说这个日子确实是不好过 那么可以说呢基本上外界啊 对孙杨的也不像以前的那样的那么那么受欢迎了 不过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其实一直是处于低谷的孙杨了 在最近却是收获了凤凰网这边颁布的一个大奖 那在目前最新的一个时尚活动当中凤凰网这边官方的也是给孙杨了 颁布了一个年度最佳期待体育人 那么其实这一个奖项呢 肯定也是期待说孙杨能够在新年一年了 带来一个更好成绩更好的表现 本身呢其实在这么多的一些低谷 或者说大家不看好的一个情况下呢 能够孙杨收到这么大的一个奖项呢 他本人肯定也是非常的开心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拿到奖之后那么孙杨的不仅仅是拍照 而且呢 还特意发出了微博当中 那么去 展示自己呢终于获得了一个认可 他自己呢 也非常的感动 本来可能的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可能的也代表着说孙杨的现在起码呢 还有受到官方媒体的一些认可 结果没有想到其实在这个奖项颁发出去了第2天之后呢 孙杨的名字却直接呢 从这个啊整个大会的一个获奖清单当中去去踢除掉了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凤凰网那个官网当中呢 也没有看到孙杨获奖的一点点那个信息 所以也就意味着现在除了孙杨自己发了这么一条微博之外呢 那其实在凤凰网那个官网上面的根本就寻找不到 半点关于孙杨获奖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也就意味着孙杨呢 这一次他获奖的一个信息呢已经是被官方直接出名 因此有很多人也担心说这次对孙杨来说是不是一个重大的噩耗呢 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一次孙杨呢确确实实呢 在此前呢也遭受了很多些非议 那这次意外获得一个大奖呢 也已经是要很多人呢真的是有些意外的 毕竟现在呢其实关于孙杨那个情况呢 还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大家呢可能都不太敢去接触他 但是随着现在凤凰网呢把这个奖给搬给了孙杨 但是之后呢又剔除掉了 那么难免要有些人有些担心说这一次呢 孙杨会不会是已经是因此被确定为是劣迹运动员 所以说啊凤凰网这边才赶紧爬到那个名单和人物照片给 剔除掉了呢 当然其实目前官方的还没有真实的一个说法 但是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可能比较喜欢孙杨的一些粉丝啊 或者说一些关注孙杨的朋友呢都比较关心这样的一个动态 所以之后那么我们也期待说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啊通报或者说有一个通告 能够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说孙杨真的是确定了做了什么措施那应该受到的惩罚呢就应该接受 但是如果说他这边没有发生一些错误的话 其实呢也没有必要说把他的一个名字呢 从这样一份清单当中 提出出去 所以我们最后呢也期待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结果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